广西遭到红火蚁入侵 它有没有天敌 被红火蚁咬伤呆怎么办 红火蚁入侵我国多个省份 四川 福建 广东 广西等多地都出现了大量红火蚁 广西更是成为红火蚁重灾区 在广西一世就发现了31万处红火蚁洞穴 其中市区就有1.93万巢穴 红火蚁入侵我国以来就一直侵占人们的土地 大量啃食农作物 红火蚁伤人事件也是频频发生 2018年 广西一男子被红火蚁咬上之后没有及时就医 不久之后就开始昏迷 意识丧失 心跳停止 抢救无效后不幸身亡 红火蚁与和其他蚂蚁有什么区别 它的毒性有多强 红火蚁是一颗火蚁属下的一种蚂蚁 在拉丁语中被叫做无敌的蚂蚁 2004年在台湾地区首次被发现 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重视 红火蚁能够附着在植物或者是运输货物上进行扩散 短短半年时间 广东地区就发现了红火蚁 作为入侵物种 红火蚁可以说是对我国危害最大的蚂蚁 很多农民干活的时候被这种蚂蚁咬伤 发现农田上到处都是它的身影 这种蚂蚁对人的攻击性非常强 只要以学受到干扰或者遭到攻击 它们就会集体出动 红火蚁是有毒的 它身上的折针会从毒囊中释放大量毒液 一旦被红火蚁注入毒液 人体就会出现灼烧感 短时间内会出现类似被烫伤后的水泡 有些人被叮咬后会抓闹笼包 一旦笼包被挠破 就有可能导致细菌二次感染 情况严重的话可能会引发撞脚膜病点 会有致盲风险 过敏体质还容易出现过敏性休克 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就会有生命危险 红火蚁为什么能入侵我国多敌 它难道没有天敌吗 红火蚁之所以能在我国多个地区生长繁殖 这与它的繁殖能力有很大关系 红火蚁的繁殖能力非常强悍 一般情况下 一个红火蚁巢穴中蚂蚁的数量能达到30到50万只 到了繁殖季节 红火蚁会顺着风飞到十几公里的地方重新铸造新的巢穴 在新巢穴中继续繁衍 一只红火蚁每天就能产出2000多颗卵 这就导致红火蚁种群扩大速度极快 只需要几天时间就能产出几十万只卵 红火蚁的体型甚至不到一公分 我们平时很难发现它的踪迹 但是只要发现一只红火蚁 就说明周围已经出现了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只红火蚁 有了这样的繁殖速度 再加上它极强的生存能力 红火蚁才能在我国各个地区快速生长繁殖 人们见识到红火蚁的破坏力之后 快速使用杀虫剂或者生物制剂将其消灭 但由于红火蚁的繁殖速度太快 我们无法将它全部消除 事实上 我国是有红火蚁的天敌存在的 它就是双齿多次蚁 不管是体型还是战斗力上 红火蚁都不是双齿多次蚁的对手 红火蚁的体长不到6毫米 双齿多次蚁则有6.3毫米 再加上双齿多次蚁的身上长满了短龙毛 完全能够抵挡红火蚁的折针 双齿多次蚁是天生的害虫捕捉能手 它的腹部节节侧长着两枚刺 这方便它与红火蚁进行对抗 从这些方面来看 双齿多次蚁确实能够完胜红火蚁 但问题就出在两者的生活习性上 红火蚁生活在道路旁或者是人工建筑内 而双齿多次蚁生活在树上 喜欢在树冠或者灌木丛中筑巢 二者在自然情况下不会有交集 因此 想要用双齿多次蚁来对付红火蚁还是不现实的 红火蚁已经入侵我国多个省份 如果不小心被红火蚁咬到应该怎样处理呢 红火蚁虽然只是小小的蚂蚁 但是它对人体的危害非常大 它会利用自己的折针在人体反复叮咬 多次注入毒素 2020年7月 广西南宁一位女士在小区散步的时候被红火蚁咬伤 很快就出现了喉咙肿痛 呼吸困难等症状 及时送去医院才保住了性命 一旦发现被红火蚁叮咬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就对伤口进行清理 使用清水冲洗被叮咬后的伤口处 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进行冷敷 使用酒精或者点服进行消毒 一旦发现有头晕 喉咙肿痛 呼吸困难或者休克等症状 一定要快速赶往医院进行救治 出现这些状况就说明红火蚁的毒素 以及深入体内 过敏体质或者身体素质较差的人 更容易出现休克 没有及时就医可能会威胁生命安全 此外 我们在出行的时候 也要尽量避开红火蚁时常出没的区域 夏季傍晚的时候 尽量不要在草木旺盛的地区活动 这是红火蚁经常出没的时间段 在这些区域活动也要做好防护 衣服尽量选择长袖 避免红火蚁叮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